新生宝宝可爱无比 而还没有打算生育的女性 有人会选择服用避孕药避孕 但有人顾虑吃了会狂长痘痘 多毛还变胖 医师说新型避孕药已经有所改良 这大部分都是黄体素的影响 那因为现在黄体素已经在进展当中 痘痘产生往往是雄心素累积过多 所以现代的黄体素 其实它有效的可以抑制一些雄心素的作用 第二个它也会有点力量的作用 也会减少水分的堆积 而减少体重的增加 所以目前新的避孕药 大家都不用太担心 大部分都不会产生大量的痘痘 以及所谓的体重过多的影响 避孕药透过微量磁激素与黄体素的作用 让体内两种激素达到平衡 同时保持不易受孕的状态 停药后又能快速恢复生育能力 一般分为21颗与28颗剂型 早期最常使用的避孕药是21天加7天的安慰剂 意思是说这21天药物里面 有女性素跟黄体素的成分 可是这样的方面 有慢慢有一个缺点出来了 常常发现一些非经期的初血会增加 所以目前的概念是慢慢想要增加 一些女性素黄体素的时间 目前所以有新的概念是慢慢增加到24天 空出来的4天怎么办 那其实我们知道女生15%都会有精血量过多 甚至有些微贫血的作用 所以像现在房间有一些新的避孕药 它会把你的女性素黄体素增加到24天 剩下的这4天我们加上了铁剂 加上了铁剂的这些的避孕药 可以有效地改善女生的一些贫血 这个大概就是比较新的避孕药一个发展的趋势 服用避孕药需寻求医师开立处方 且需天天服用 如果忘了吃在12小时内想起 就赶快补吃一颗 连续忘记超过3颗以上 就需要开始服用新的医包 医师提醒 有乳癌、血栓病史及怀孕的女性 都不适合服用避孕药 也应该避免抽烟行为 小心服药就能安心避孕